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保守派接管美国广播理事会 美国之音大换血 6月2日美国之音前记者东方在推特上说 美国之音上级主管部门美国广播理事会BBG 即将面临大换班 白宫6月1日宣布 川普提名麦克派克担任BBG主管 如果这一提名被参议院确认 派克将就任美国之音上级主管部门的首席行政官 作为美国之音的顶头上司 他就任后会聘任一位新的美国之音台长 按照传统现任的奥巴马政府遗留的BBG领导和VOA台长将会递上辞呈 4日美国之音发出报道证实了东方的说法 报道称白宫表示 川普总统打算提名 保守派人士 纪录片制片人迈克洛克 担任下一位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 广播理事会是一个联邦机构 负责监管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拨款资助的广播机构 帕克是独立影视制片公司曼尼弗德制片厂的总裁 他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 包括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副总裁 克莱蒙特书评公司的发行人 前美国新闻署影视部世界电视网的主任 如果得到参议院的核准 帕克将接任约翰·兰辛 担任未来三年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 东方在推特上说目前还无法预测 VOA领导层人事变动对419断播事件会产生什么影响 VOA台长Amanda在断播事件后宣布 让五名记者行政休假接受调查 去年11月宣布对四名记者处意开除和停职等处分 这一事件在国会和舆论圈引发巨大的反响 有舆论认为停播决定是在中国压力之下做出 而美国之音领导则认为没有受到中共压力 有推友回复东方说 美国之音该换血了 在当前美国把中俄当作最大威胁的时候 美国之音还是老套的作风 对中共不痛不痒的扭捏态度已经没有价值 应该改变 再次发出当年批判独裁政权的强音 也希望东方先生等受打压的良心记者重回岗位继续战斗 还有推友说 希望新的BBG主管上任后 解雇VOA台长Amanda对419断波事件进行重新调查 恢复四名记者的工作 剔除VOA内部的中共沉默力量 重新采访郭文贵 将功补过 回复VOA的声誉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